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前陣子韓國推出了一個新的芝士麵 就是這個 再細心點留意 原來這個品牌是很久之前推出了這個芝士麵 到底舊的芝士麵和新的芝士麵的分別 就是新的芝士麵除了有芝士粉原有的湯底之外 還有一包車打芝士在裡面 到底加了車打芝士在裡面的公仔麵 是不是這麼好吃呢 立即為大家去拆解一下 其實以往韓國很多麵都是一袋有4包 裡面就是這樣的 裡面有一個韓國的公仔麵 他們叫拉麵 有三包的獨立包裝的東西 舊的芝士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其實它只有兩包 這一包就是芝士湯底的粉 然後這一包就是蔥 一粒粒的東西 這一包就是 一個關鍵就是一個車打芝士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這個麵煮好了 以及這個車打芝士 已經混合了 確實現在聞起來 芝士的味道是非常濃的 是濃過黃色的味道 這是我自己吃公仔麵的習慣 我吃任何的公仔麵 我會把味粉先倒進碗裡 然後煮好麵 放麵上去 然後再倒熱水 再拌勻 這樣一起吃 不知道有多少個人 和我煮公仔麵的方法是一樣的 現在事不宜遲 就馬上吃這個麵 確實現在聞起來 是真的非常香的 它的芝士味是很濃烈的 它的麵就跟平常吃韓國的 公仔麵拉麵的質地是一模一樣 沒有變過 這個麵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剛剛在煮麵的時候 然後我開的那一包 平常有很多蔥那一包 然後一開裡面 原來它裡面是有通心粉 我現在試試喝湯 它真的 拌了這個車打芝士 它整個湯的芝士味 是更加濃郁的 它是比這個芝士麵的味 更加濃 所以我真的強烈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煮這個麵 真的加少一點水 這樣你加了那個芝士的漿 即是車打芝士的漿 再拌 它會變成一個 我想如果它變成一個拌麵 會更加好吃 如果真的喜歡吃芝士的朋友 真的值得一試試 這個新出的芝士麵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曾經有吃過這個 新出的芝士拉麵 不妨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好不好吃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在下面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見不咬的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做一群影音樂 有趣是